长久以来加州因为高物价高房价还有重赋税还有严厉的法规 屡次爆出所谓的企业还有民众出走潮 一些重量级的富商已经高调出走 最知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他在疫情期先把特斯拉还有自己都搬到德州 Oricon甲骨文的高层也决定要离开加州 但是经济学家预估加州很快就会超越德国 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对加州来说现今几下德国从世界第五大 健升至第四大无疑是迈出一大步 在全球国家当中紧紧落后美国中国和日本 但部分经济专家认为加州的排名进步 主要来自德国经济疲弱及欧元走伐 而不是加州经济大幅的成长 整体而言美国过去十年的成长比德国稍微快一些 加州的成长平均比美国快 南加大经济学助理教授查克说 明年发生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欧元贬值15% 有评论认为因为加州经济相对有弹性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及目前的高通膨 专家分析加州和德国的过去与预估GDP 2021年分别是3.4兆美元和4.2兆美元 估计今年及明年的GDP 加州会持续微幅成长 但德国会衰退 让加州能一举超越 虽然州长纽森很快就宣扬加州的繁荣成长 但部分专家指出 GDP衡量的只是加州经济 并未考量其他重要因素 像是住房可负担性、所得差距、生活成本及财富分配 这些重要因素让加州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持续陷入挣扎 加州GDP规模庞大 不代表加州个人收入中位数一定很不错 查克说 这只是代表总体经济 比其他大型经济体更重要更大 加州企业去年已经超越德国企业 尤其是三大产业 科技硬体、媒体与软体 德国去年总GDP为4.22兆美元 加州为3.357兆美元 写下两经济体史上最小差距 其他经济分析师认为 加州的低失业率、强大企业家精神 稳定的观光和发展 再加上政府支出 协助克服可能的经济压力 史丹夫大学经济政策研究学者 阿斯曼德森表示 不只是科技 加州是真正创新的经济体 我们有很多强项和不同部门 不只是科技 我们将持续发明 创造不同的未来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